欢迎台南四百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委托到鲁瓦 组去加州青鲁 以着台南维主帝 創作风气 翁山高峰四部曲 刚才听讲 当地提计台南 不一样的立宿方案 这个星期六 在一会儿晚上 在台南文化中心 严谐听的表现 邀请民众作为 他们听着 驾立台南市 感受孤独方法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委托到鲁瓦 第一名 组去加石青鲁 以台南维主帝 創作风气 往城交向四部曲 五月十一会儿 在台南文化中心 将严谐听众作为 提议台南不一样的 立宿方案 跟到每个学校 然后每个学校的乐团 都能够大家一起来演奏 这一部 这个气势磅礴的一个乐曲 音乐总监 肖邦翔表辞 这处风气 王城四部曲 分别是 风气 王城 呈先似后 驾向 现代 以及 迈向 民主四部 各种 分别 贯穿到四部 台南 立宿 发展的 重要理念 特别为了这场音乐会 编曲了两个组曲 那一个组曲是台湾的组曲 一个是台湾的歌谣 一个是国语的歌谣 那台湾的歌谣 就我们也是采集台南的作曲家 许时先生他所写的 《观之灵之恋》 《安平最相曲》 《罗声若响》 这些曲子 音乐会 由到台南七交响乐团演出 邀请到 《女高英》 和《合唱团》 合作演出 并会唱出 大家的 实施的 台湾歌谣 和流行的经济 以 和英 换起到 对台湾 这帝土地的力爱 记者 丹甲心 丹枯彩虹 报道